这个是罗汉松的雏形 现在是一点形状都还没有 不过它已经种上这个 上了大已经很久了 都已经有青苔了 最起码都有一年多 这颗也是的 这种就比地苗稳定 这种就百分之百成活了 哈喽朋友们好 我是老碧 这个罗汉松啊 平时有很多朋友都喜欢种这个罗汉松 因为它意义比较好 就可以造型做梆景 但是呢 有很多朋友 他刚开始种这个罗汉松的时候 不知道选择什么样的罗汉松 比较适合 今天跟朋友们说一下 就是比较适合新手啊 刚开始种罗汉松的 再选择什么样的罗汉松来 比较容易上手 首先呢 首先呢 新手养这个罗汉松啊 我们最好是买这种上了带或者上了盆的 甲植过的 这样子呢 它成活率就比较高 基本都能成活 然后呢 买苗的时候最好是买这种三年左右的苗 这种苗呢 它飘枝 这些小枝已经长得不错了 平时呢 主要就是把多余的 认为多余的给它剪掉 这些能用的呢 就是把它做悬崖也好 做飘手也好 这些呢 都比较容易来弄 然后呢 组织也是 三年左右的苗呢 比较 就是比较容易造型 一根铝线就可以搞定 像这样的 想做悬崖的话 就是拿铝线给它固定 这样子 慢慢来 这种苗是 最好拿来造型的 我这里这两颗都已经结果了 其实 掉那种 我不会结果那种雄性的 那种叶子腻一点 小一点那种 做盆景呢 会更合适一点 养这个罗汉松呢 对光照 是有一定要求的 所以朋友们养这个罗汉松呢 最好是放在 在阳台啊 或者是院子 放在院子里面 然后呢 平时 水罗汉松造型啊 这个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些东西是 不能急于求成的 要慢慢来打瓶 慢慢来 什么 新手 然后呢 两个罗汉松的话 就是说要选这种 比较 容易成活 然后呢 造型比较容易的 这样来慢慢练手 就比较容易上手 好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喜欢老闭视频的朋友 记得点一下关注啊 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 好看